從後面就看到一名90歲的婦人 坐在輪椅上來到銀行 說要領200萬元 航員就有問題 立刻通報員警到場 但一看一段當時畫面 是發新北市板橋區 這名婦人來到銀行 開口就要提款200萬元 員警到場覺得有意馬上詢問 但婦人卻說是因為孫子要結婚了 因此要買黃金送給他 但後來又改口 說是要把錢也是拿去買黃金 但是要分給家人 前後說辭反反复复 最後又說是神靈指示他要來銀行領錢 員警到時笑得出來 就連婦人也跟著一起大笑 警方事後聯絡婦人家屬 家屬懷疑應該是母親 獨自在家時接到詐騙電話 因此才會到銀行進行提款 所信警方貨報趕緊現場 立刻阻止婦人提款巨額現金 否則遭到詐騙後果不堪設想 我可以喝酒 我可以喝酒